還比較紅 我還沒 這樣這麼快就壞了 畫有千天 赤綠色色盲的藝術家陳崇夫 一直以來都對藝術有很深的興趣 不過因為他的疾病 讓他無法就讀藝術相關的學校 但是一路上他靠著自學 同樣在藝術領域取得很好的成就 不管是油畫、水彩、國畫等方面 都具有相當的水準 色盲在我的過程裡 但是因為我喜歡 顏色的東西 我回來就開始都看色 看水 看水 看水彩 會出街 你看看很多色 其實這種症狀 對生活並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不過對喜愛藝術的陳崇夫來說 在創作上多少會受到限制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 不太會看到有紅色和綠色的出現 不過隨著創作越來越多 這反倒變成他獨有的風格 我如果一張畫裡面有要畫灰 尤其是大紅的花的時候 他就不要想 我要先畫 想說先畫綠色之後 我再點上紅色的花 可能放遠一點 我就沒看到紅色了 習慣上 因為要避開那個紅綠色的 所以我就盡量畫那個 沒有紅綠色的作品 我會比較偏重 哪一方面是說 極望色系的 或是藍色調 藍色色的 藍紫色調 喜愛藝術的陳崇夫 早期也有做過兒童美術的教學 分享藝術的美好 這段經驗也讓他部分的油畫作品 有了不一樣的呈現 所以說陳崇夫先天上就比別人不方便 不過靠著對藝術的熱愛 一樣能有很好的發展 他的創作不但舉行過好幾次展覽 許多幅毛筆字也都被收藏 可以說是用藝術來改變生活 記者陳建華採訪報導